在被关 51岁的赵莉莉 指着18岁郑姓男友的窗口说 她被家人软禁起来 而这一切的情 就是因为原本是干儿子的小郑 竟然在日前向她展开求婚公式 我50岁啊 你18岁啊 以后你会把我抛弃的 她说不会 我说我同意了 你爸爸妈妈也不会同意了 尤其我会被人家救喜 原本在父母亲的介绍下 到卡拉OK店打工的儿子 却爱上大他33岁的老板娘 这样的事实叫家人难以接受 不过面对女方说 小郑被软禁的指控 郑爸爸只是相当无奈的出面澄清 并希望儿子好好想一想 不过究竟18岁的小郑 还想不想跟51岁的莉莉姐成婚 她是这样回答的 如果现在你在想 还会不会想跟她再结婚呢 不知道那以后的事再说 事情掩面至今 郑妈妈则是相当气愤 自己眼中51岁的莉莉大姐 竟然回幼拐才18岁的宝贝儿子 我是把小孩给她去上班 一点点赚你80块 你老板人不三不四 你给一个小孩挖到你的身份 那我做一个真正当当的老板人 什么人可以挖到我的身份 不过看着坐在床头的小镇 蛮不在乎的看着家人替自己着急 再看看房间窗口又被破坏的痕迹 这也许就是她目前跟51岁莉莉姐 唯一能互通情思的窗口 东南新闻林佩玲师又为台北报道 这段年龄相差了33岁的恋情 究竟他们的街坊邻居是如何看待呢 事实上他们的邻居当中有人赞成 有人还是觉得不以为然 我们来听听看邻居们的看法 走进最佳位于新店的卡拉OK店 店里昏黄的灯光 就是一年多来照着51岁老板娘莉莉 跟18岁公读生小镇的小天地 而面对两个人爱苗足见滋长 店里的DJ小伟都看在眼里 像有时候下班 就是下班我们都三点打烊 那半夜他会带我们老板娘回家 18岁的年轻人因为打工 而爱上比自己大33岁的老板娘 这样的恋情看在街坊邻居的眼里 有人觉得无所谓 有人觉得不可思议 这心态不健康 为什么不健康 这个普通就不行了 伦理上 为什么男生可以娶那个 有比较年纪少的女生 为什么女生就不可以 我是觉得这样很奇怪 不管邻居跟家人赞成或反对 18岁的男主角小镇 想跟干妈共度一生的心意 似乎很坚决 众人祝不祝福他们这一段忘年之交 对他来说色乎并不重要 同时新闻林佩玲 师右伟台北报道 根据我们刚刚收到的最新消息 到底这一段相差33岁的恋情 会以什么样的结局来收场呢 那么目前女方跟男方两家人 正在进行谈判 稍后我们会有来自现场的连线报道 接下来我们要告诉您的是 有一位双十年华 但是却没有阴道和子宫的石小姐 最近经过医师以口腔粘膜重建阴道 终于可以享有和正常人一样的 性生活 19岁的石小姐青春美丽 却迟迟没有月经 检查发现竟然是没有阴道的石女 外边的部分看起来 跟完全是女孩子都完全一样 所以她有卵巢 但是没有子宫没有阴道 因此医师依反传统 选择以口腔粘膜 为石小姐进行阴道重建 她的好处就是说 口腔粘膜长在里面 所以她本身会没有伤口 第二个就是她的弹性很好 第三个就是很厚 所以以后在一起的时候 比较不会有伤害 医师表示 阴道重建就像芝麻开门后 宝藏无穷 石小姐现在已经拥有 身十公分宽两指的正常阴道 不会再有让对方不得其门而入的困扰 这种因为胚胎时期 苗乐事馆融合失败 所引起的无阴道症 通常也合并没有子宫 如果患者想要大度成功 除非借用他人子宫来生育宝宝 但是代理孕母的方式 目前在国内法律上的争议 还是没有获得解决 东森新闻赖佩珍 张春风台中报道 广告说我们要为您报道 一名女子怀疑警方处理车祸处理过程 有瑕疵 竟然到派出所割碗抗议 请您锁定稍后的东森新闻发展导 要不要表白一下 要不要表白一下 表白就是说 对他做人处事方法 就是说 觉得 他是 就觉得说 做人处事方面他做得很好 就是说他身上 身上又学不到东西 我可以跟他学习 一大堆的 就是说 像 他不带人处事啊 可以跟他学习 你现在现在喜欢他吗 现在也是啊 现在我问一个比较实在的问题 现在我问一个比较实在的问题 对 现在外界的指引眼光不管 但是家人是一个强烈反对 那您刚刚自己有在里面有先聊过 对 你们现在的一个结果是什么 可以跟他学习 可能就是说 既于关心我 家人既于关心我 所以说 他们可能担心我 会 会 发生什么事 对 所以他们就是有强烈反对 现在就是我们 就是在这边沟通之后 就是说 他们也了解了 了解是什么样的情形 对 那 您一直是你们家人 已经同意继续交往的 嗯 其实 我已经 年满18岁了 我有自己的自主权 对 就是 他们 同意或不同意 可能 也不太晓得 对不起 刚刚 你刚才家长也有买过 对 他们对 所以他们刚才也买过 那他们是说 最后走的时候 认为说 也不想再管你的事情 那甚至 也不想再去做离婚 你这件事情 那你对这样子 家长这样的做法 你能够谅解吗 因为 可能是 他自己 自己做的义务也到了 我怎么 因为他怎么说我 我也不听 对 我还是 执意要这样下去 对 他们可能 也是 也是想说 看 我要怎么做 就怎么做 对 那你觉得这样的代价有可能高 蛤 这样的代价有可能高 不会啊 因为 他们 终究 我还是流着他们的血 对 毕竟 他们还是我的父母 他们 对待自己的儿子 也是 基于关心 你可能 关心的 可能 采取的方式 跟一般 一般人 不一样吧 张小姐 我知道 张小姐 你这么多委屈 你刚才流过泪 痛哭过 现在你受到什么压力 感想怎么样 我是还好 只要他不要受伤 他讲的意思 我都是你的意思 现在有没有很多人给你压力 压力是 当然 我的两家啊 对不对 还有朋友啊 一些啊 我都会压力 可是有的人是赞成 有的人是不赞成 对 是这样 可是 我会想说 这个赞成不赞成是要看我们自己 对不对 我们自己要做的时候 人家不赞成也是会做 赞成也是不会做 对不对 我们是要看自己 那现在 你还怎么去面对南方的家人呢 南方的家人 南方家人 这就是要研究嘛 这就是 以后的问题了 对 以后 以后的问题怎么发展 就是 看我们自己两个人 那如果说 他现在也越来越成熟 那是不是 不顾家人的反对 你也愿意以后 要跟他结尾联礼 已经有这个打算 不排除了 不排除 不排除 不排除了齁 那可不可以聊聊 你们现在感情 就从当初 认识两个月就求婚 会不会觉得 年纪很悬殊 外界这么奇怪的眼光 那你们这路走得很唏嘘啊 对啊 人家看来的眼光都不一样 也不是要讲啊 也讲得很难听啦 稍后只在 可是 这个是 要怎么讲 自己两个人的事情 不管别人怎么看 可能是 当初我太积极 对 可能就是说 每个人都一定会有一种冲动 对 可能是当初我太积极了 然后我之后想想说 爱情跟面包 一样重要 但是 先要有事业基础 可以说 可以养它 或者是怎样 就是说 两方面都 都可以说 爱情跟面包都兼顾 对 对 所以让我们现在请导播 就可以 刚刚早早的时候 南方现在为了 爸爸妈妈来的时候 要讲 所以他不管这些事情 他也管不了他 爸爸想说 他怎么做都不 那你的态度 现在年纪相差 深深深 所以他们这个年纪 对我很好 我当他现在很怕 他怎么做 我就跟着他 我讲白一点 你们现在是不是在 在等于两边亲友的 一个不赞同之下 你们还是坚定的 要继续交往下去 对 其实说 只是想 想说 和平解决 不是闹战争 对 这样下去 对大家都不好 对 对我跟他 还有家里的人 都不好 其实都想说 不是说 一定要有战争之后 才有和平 对 我们就是想说 和平的解决 不要说 有什么 有什么事情会发生 也就是说 和平的相处 对 这样 这样是最好 往后的日子 你有没有打算 要怎么付我 来面对双方的一个家人 寻求一个更好的一个情况 双方 对你们往后 有没有打算要怎么付 就是慢慢让他们了解 有没有什么具体的作品 具体 对 两位可以一起讲一下 我相信你们自己心中 应该有些妇案 可能 可能是他们觉得说 我没有 就是没有事业的基础 我没有事业的基础 就是说 可能觉得 在一起的话 生活会很困苦 这样 这样觉得 对 所以说 现在就是 要有事业的基础 我们才会考虑到 以后 上次会考虑要让回家 还是说你干涉 好的 各位观众 我们刚刚所看到的 就是这两天 非常受到社会关注的 老少沛的这对恋人 他们在开记者会说明 他们的恋情 看来他们的压力很大 不过感情也很坚定 但是未来的发展 其实还很难说 而除了这起老少沛的恋情之外 嘉义市 最近有一名国小六年级的女生小慧 控告她的父亲遗弃 今天台北地检署是首度开庭审理 小慧的父亲也亲自出庭应训 不过在过程当中 双方是各执一词 而且完全没有交集 周三中午小慧 向学校请了一个钟头的假 针对控告父亲遗弃的案件 与母亲一起出庭应训 不过先前一直表示 想见到父亲的小慧 在地检署看到父亲时 却紧张 外面的人就是 外面的人就是说 不要胡言乱你这样 对 其实说 像今天早上报导 软禁 其实没有 其实没有软禁 可能是 你们误会 误会了 对 其实是父母非常关心我 对 对 可以私下请教一下 你之前 有没有交过女朋友 交过几个 交过几个 那 那是我私人问题 有交过女朋友吗 对 有交过 不方便回答 那现在和赵小姐交往的话 才认识两个月 你就大胆的求婚 那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冲动 那可能是太过积极 太过积极 没有考虑过后果 对对 对 那当时呢 当时呢 当时你可以描述当时你是怎么求婚 你还记得吗 是喝醉酒还一时糊涂 还是你是真的很理智 记得当时怎么求婚 我忘记了 也忘记了 记得你有求婚就对了 对对对 有时对 那赵小姐可不可以讲一下 当时的话她忘记了 那她当时怎么跟您求婚呢 嗯 前婚的时候她也喝了一点酒 对 那她怎么说 她是说 她从头到尾的时候 她是给你讲说 她很喜欢跟我 跟别人 像客人 坐在一起跟我聊天 很欣赏我 可是这个时候 她想说 要照顾我一辈子 对啊 那你怎么回答 她说要照顾你一辈子 你怎么说 我说讲说 我年纪这么大 你呢十八岁 你到时候 你会遗弃我 她说不会 她要照顾我 她还跟我讲说 她要陪我十辈子 陪你十辈子 陪你十辈子 对啊 那像刚才她的阿嬷讲那个 都不是四十的 你可以问她就好了 是 太积极 嗯 可能是她 还不明白整个事情的经过 对 可能是她 有点误会 或者是怎样 对 阿嬷刚刚讲的很激动 她说如果说 你坚决要跟 赵小姐在一起的话 她不排除天天要来这边乱 她决心 她决心 怎么样都不让你们在一起 啦 其实 可能是 就是他们 关心我的方式 可能是 太过积极 冲动了一点 对 那你现在有没有 什么时候打算 要跟赵小姐 有再进一步结婚 或是 考虑要再跟她求婚 那就是以后的事 就是当我有事业的基础 对 那我再冒昧请教一下 你跟她外传 人家是说 她有诱拐你 有跟你发生亲密关系 你要不要再次的提出说明 没有她没有诱拐我 我们就是像 男女双方在谈恋爱一样 对 你们有一般男女朋友那种亲密关系吗 不一定说怎么 应该是还不到 还不到 对 多多少少有没有一点点 嗯 重视 我也不太晓得是怎么回事 就是说我们 就像 热恋中的男女 对 对 但赵小姐 你的感觉呢 你们现在的感情是 一般的那种感情 还是你觉得是你认识这一年来 这几年五十年来 遇过很难得的一段感情 我是觉得她是蛮好一个人 很体贴 很多事情都把我做得很好 处理得很好 对 我觉得她是一个 很好一个男孩子 所以我一直继续跟她讲 我还想跟她结婚就这样 那没有发生关系 你欣赏她哪一点 欣赏她是 她心地好 很上进的一个男孩子 这样子 这样子 那现在当着电视也 这样的一个机会 你有没有什么话 要对着赵小姐来 来说的 等于说 对着她想 那是我私底下的事 还不方便就说 呵呵呵 你已经想通了就对 你现在想通 你有没有什么要跟你家人说的 你想通的 就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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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关心我 可能太过关心了吧 因为觉得说 一个好好的男孩子嘛 对 所以他们可能会 有一时一时的 可能说 顾虑 顾虑说 我跟她的事情 对 可能会顾虑到 嗯 其实说 家里人反 反对的话 那就是 可能慢慢 让他们深入了解吧 尤其是你的阿嬷 她相当的坚决反对 我刚听她说 你妈妈 也不过是40岁 她说 她对于赵小姐年龄 完全无法接受 那 可能是 那 可能说是 要 要 慢慢的 跟她 沟通沟通 对 就是这样 嗯 那最后的话 我想说 你有没有什么 觉得这一路 走来面对这样 不被祝福的感情 最后你有没有什么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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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想 这个社会用很多 可能你觉得是 有色的眼镜 不一样的眼光 来看待你一个很自由的感情 你 你觉得呢 因为我觉得 爱情不分年龄嘛 对不对 像外国的都有 只不过我是 比较 新潮 比较先进 走在 走在 最前端的 对 不后悔吧 嗯 应该不会 对 那张伟姐我请问你 你同样的问题 你觉得呢 你觉得 我觉得 嗯 不会不会后悔 不会后悔 不会 嗯 那目前以上就是整个在 现场他们针对这一段 感情事业 发表了他们的想法 以上是在现场的情况 把镜头交还给同内主播 好的 谢谢居友荣 来自于他们谈判现场 同时他们也召开记者会 他们两个表示他们将会相爱到老 其实我们也来看一看 稍早之前 他们面对这一场忘年之恋 女方就表示过 当初她早就知道两个人相爱 不会得到任何的祝福 但是对于恋人足足小她33岁 才认识两个月就大胆向她求婚 51岁的赵秀花回忆起来 仍然是觉得相当甜蜜 即使这段恋情不被祝福 回想起才认识两个月的青年 就大胆向她求婚 当时的每一段对话 当事人记得一清二楚 我是帮她当儿子一样 对呀 可是她讲说她跟我结婚 我说我结婚 我50岁呢 你才18岁呢 前面路很长 以后你会后悔 我说你会抛弃我 她我们里面的人都知道 她说她给我 我说那我要跟你结婚 那我下赌注下很大了 她说要让我赌赢 我说不可能的啦 不可能赢我会输啦 来到南方家里 电话线已经被家属拔掉 18岁的郑姓青年 躺在房间床上 就是不肯吃饭 家人气他 做原本单纯的乖小孩 去卡拉OK店工作才两个月 就已经被人洗脑 我是把孩子 给他去上班 一点点赚你80元 你老板人不三不四 你要让一个孩子 挖到你的生活 那我来做一个正正当当的老板人 我说什么人可以挖到我的生活 我让那个孩子 再给他结婚 她的想法很久了 到最后她是 她才表白的 一开始我们都不知道 你支持她吗 我不反对啊 因为我觉得这是 每个人的想法 都有她的自由嘛 老板娘和公读生 展开忘年之恋 小伙子信誓旦旦 说要照顾她一辈子 这场恋情不被祝福 双方都很无奈 其实姐弟恋在演艺圈当中是实有所闻 不过老少配大家似乎就比较不能接受了 我们来看看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心理 在心理上 除了男性有恋母情结的因素之外 跟星座也有关系 巨蟹座跟摩羯座的男性 比较容易坠入老少配的情网 而据女人则是以火象星座跟水瓶座 比较喜欢小弟弟 女大男小老少配的恋情 常常招来外界异样的眼光 根据心理意识的说法 小男子会喜欢年长的女人 最主要的原因是恋母情结作祟 由于在家里 父亲表现比较强势 年轻的男孩 将想要保护母亲的心态下 就会将感情移转到年长女人的身上 甚至和父亲产生竞争的心态 如此一来 女大男小的爱意 就会逐渐滋长 至于年纪比较大的女性 和年轻男孩交往 老女人会觉得 会让自己变年轻 甚至如此一来 在性生活上 也能够获得最大的满足 如果以星座学的角度看来 喜欢母亲给予她们 无限关怀的巨蟹座男孩 以及在事业上 想要少奋斗20年的摩羯座 最容易坠入这样的情网 至于大女人 则是火象星座 还有不在乎别人眼光 特立独行的水瓶座 喜欢被女性照顾的第一名 就是巨蟹座的男生 对 她们容易因为母性 母性的关怀跟照顾 就坠入情网 对 那再来就是 摩羯座的男生 她们虽然很传统 而且有点大男人 可是她们也同样很现实 就是如果说有一个女生 年长的女性 可以让她们少奋斗20年的话 她们可能会考虑 女大男小 也许外界不认同 但是只要双方 你情我愿 爱得你死我活 外人似乎又没有阻止了理由 SD新闻 吴英杰 魏国旭 台北报导 稍微休息一下广告回来之后 我们要带您来看看 马英九今天生气了 国警 台湾很多人说 这个社会越来越民主 而且是民主多元开放 不这三个名词之间 能够完全画上等号吗 很多社会事件 都在测试台湾的多元程度 台北县有一名18岁的少年 她和一名51岁的富人 产生了恋情 双方都认为感情是真挚而坚真的 却因为家人反对 在这个礼拜离家出走 今天两人都双双回到家里 而赵小姐担心男友以后 没有办法外出 男友家人否认 而这名年轻的男士 在今天也接受了 我们的记者访问 她出面说 她唯一要讲的是 她从不后悔爱过这一回 18岁青年爱上51岁的妇女 这段恋情曝光之后 传出男子被软禁 正姓男子的父亲 下午索心邀请媒体 进入家里拍摄 证明家人的用心良苦 我是叫一叫回来而已 不然我要 把两口都没得沮河 是不是 思识说 他丹念 是不是 他自己也了解 不用说我说 卡拉OK 也不是说卡拉OK 不错 他应该有更大的 此时女主角赵秀花 待在自己经营的卡拉OK店里 开着店 心里还是惦记着正姓男子 而男主角在房间里也窝了一整天 话不多 神情凝重 不过两个人一谈起对方 那份爱的表情 洋溢在脸上 都表示不后悔这段感情 也希望不要造成对方的伤害 在我心目中的时候 她是一个 我觉得她心地很善良 心地要善良 她也是个很好的 很有责任 以前在我们这边做的时候 本店做得很好 她很关心我 也很体谅我 对 就是这样 然后就是说 让我觉得就是说 她跟一般外面 外面的人说的都不一样 希望和平解决 对她不会造成伤害 对家里也不会造成伤害 相爱的男女主角 因为年龄的差距 以及周边的压力 不得不放下这段感情 问世间情势何物 两个人都在寻找答案 无线文系新闻 杨玉生 金鲁星台北报导 在今天新闻最前线的现场 为您邀请到 画面上您所看到的是 当事人赵小姐 赵小姐 欢迎您到新闻最前线 晚安 赵小姐您可以听到声音 现在有 有 好的 那么另外一方面的画面上 您也看到 为您邀请到中央大学的 何春蕊何教授 何教授晚安 晚安 大家好 那么我们刚刚所知道的 就是在今天晚上 其实您和这个郑先生的两边的家人 有过一番的误谈和磋商 那么待会也许关心的观众想了解 这段感情是否会继续走下去 不过首先呢 赵小姐在整个新闻报导的一个过程里面 其实很多社会大众已经知道 这段感情遭受到很大的压力 那压力来源在哪儿 其实这个社会一般的民众都晓得 你自己觉得所有的压力来源里面 对你来说最不公平 或者我们讲的持平一点 您觉得最难忍受的 那一部分压力是哪里 最难忍受是 怎么讲是看我家人 别人怎么看我都不管 您所提到的这个家人 我们希望能够了解的是说 究竟是因为这个年龄的差距 或者说您曾经是郑先生 他母亲的好友 或者是说你们两个的经济基础不一样 你觉得之所以别人会有争论 会有意见 这些争论跟意见 他们是根据哪一些条件 来提出他们的不同意见呢 这个意见的时候 他一般外面在讲的时候 像郑先生 车软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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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 也是我对这些事的看法上 两个人的时候我们两个人都一直都一样的 那我们也晓得其实 一般人今天在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 会聊到 在台湾社会 其实年纪大的女性 跟年纪很轻的 年纪大的男性 跟年纪很轻的女性在一起 这个社会上 并不会用异样的眼光来看待 但是年纪比较长的女性 如果跟年纪比较轻的男性在一起 比方说您所经历的这段感情 就引起了很多的讨论 对于这样的一个争论 你自己在走过了这一段以后 你的想法是什么 我觉得会很辛苦地走 可是事情已经发生了 也是要走 我们在今天新闻现场 还邀请到何春瑞和何教授 何教授刚刚同样的一个问题 这个长男幼女 这个社会上是觉得见怪不怪 但是女性的年长 跟这个比较年轻的男性 发生了感情 那么却会受到 社会极大的制约力量 为什么 其实我们如果从历史 和比较文化的角度来看的话 女大男小一直是个常态 甚至有在某些民族里面的话 妻子抱着还在吃奶嘴的丈夫 等候她长大以后圆房 这是很多民族里面 都有的现象 可是如果就从 现在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为什么男大女小 比较不引起争议 原因很简单 因为我们活在这个社会里面 性别的权力不平等 年龄 不同年龄层之间的权力 也不平等 所以像性别的权力不平等 大家都知道 男人的权力比女人的权力大 然后在年龄层方面的话 年龄层比较长的人 也比年龄层比较幼的人 要占很多的便宜 而男大女小 刚好就可以扣合到 这两个逻辑上面 没有任何的违背 因此也比较容易被人接受 可是如果换了这个情况 是女大男小的时候 她不但穿越了年龄的这个界线 也在性别的这个角度上面 造成一些搅扰 所以大家就比较容易 有那种反对的情绪出来 不过呢 这件事情的话 放在特别是我们此刻的话 有另外一层意义 我们在赵小姐跟郑先生的这个例子上 看到有两种趋势 更是使得大家心里面有一些些 好像感觉到不太能够接受的状态 一个就是 不管是男大女小或女大男小 目前我们看到的跨代恋 都有这个小的这一方年龄层 向下降的这个趋势 也就是说 如果是一个30岁 跟一个70岁的人谈恋来 大家就不会觉得怎么样 可是今天是一个18岁的时候 我们对于青少年的歧视马上就发作 我们就觉得不太信任她的选择 不太信任她的情感 那另外一方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除了说这个年龄下降以外 还有就是中年的女性 非常成年的女性 她的情欲逐渐展露 她的魅力也逐渐展露 这在赵小姐和郑先生的例子上面 是看的比较清楚的 那这个两个 比较新的发展的话 其实会使得 这个例子 特别的受人瞩目 赵小姐我们今天是邀请到 中央大学的何春瑋何老师 我相信您在同时看着电视转播 也听到何老师 他所发表的一些看法 今天晚上 那么您跟这个郑先生 还有郑先生的家人 好像有一些磋商跟谈判 如果你愿意让观众知道 这些磋商跟谈判的内容 您也可以告诉观众 不过我比较好奇 也比较关心的是 一段感情 我们社会的底线是说 如果是有婚姻关系的话 那么社会会有比较大的反弹 跟制约 那么你们两个人 都是独生的状况下面 走这段感情路 为什么会牵涉到 两边家庭的谈判 赵小姐 因为是年纪的关系 差太远了 一个五十岁 一个三十岁 所以她家里都会反对 尤其我们 我的女儿她们也是 刚开始是很反对的 反正说她以后 她会遇气我 她们家人说 她年纪比较小的时候 所以会被前途 被这个也是耽搁 还是怎么样 没有办法好好图示这样子 那所以在今天晚上 您跟郑先生 又开诚布公了 谈过了以后 郑先生稍早接受访问的时候说 她只有一句话要讲 就是她从不后悔 爱过这一回 那么今天晚上的谈判 如果我可以用谈判 这个字来形容的话 谈了一些什么 那这段感情 是不是还会继续走下去 赵小姐 会啊 会继续 那么我想请教您说 您现在在心理上面 也许家庭的压力还在 那么郑先生 那一方的压力也还在 您这个面对压力的时候 心理的准备怎么样 是不是可以让观众知道 赵小姐 压力的时候 对 会接受压力的 好的 这个新闻进入了很多民众的话题 何教授 你觉得一般人在 把别人的这个感情 或者是比较痛苦的经验 当作一个茶余饭后的话题 来讨论的时候 这个话题里面 如果有一些新意 能够激发出来 你希望这个新意是什么 其实不用希望了 我觉得在此刻 在这个茶余饭后的谈话当中 我们已经开始听到一些新的东西出来了 比方说新的故事开始说了 尤其是今天一整天 赵小姐都以很勇敢的态势来面对媒体 也非常肯定他自己的情感 那郑先生也做出了他某一程度的承诺 他自己的状态 那我觉得这些事情事实上都给 这个周围的这个茶余饭后的这些民众 有一些鼓舞 这些鼓舞看到了说 人生当中其实还有其他的故事可以说 有其他的关系可以建立 新的故事和新的勇气 应该会继续的涌现 而且这些故事的传送 其实可以引起这个社会 对于我们目前还存在的 这些传统的压力 传统的框框 进一步的来检讨 进一步的来讨论 而这一些勇者 我觉得赵小姐和郑先生是勇者 因为他们能够来凸显出来 这个社会有一些框框 其实是非常的不合理 那这些压力 其实也凸显出来 这个社会不想要变 拒绝要变 因此用这样一个非常强大的力量 来阻止他们两个 那我觉得这个茶余饭后的讨论 一定会让更多的声音出来 也有更多的人故事和勇气 展现出来 使得这个话题 能够成为一个检讨 我们这个社会的一些 不合时宜的一些传统 一些吃人的礼教 这部分 那么今天在新闻最前线 非常谢谢何春瑶何教授 也谢谢赵小姐 赵小姐 我最后有一个问题 想请教你的是 从这个前一两天离家 一直到今天 那么我们TPBS的记者 也找到了您 您从前面一直不愿意谈 到后来你觉得 愿意把这个感情的经验 算是分享出来 或者是透过媒体 也能够告诉社会大众 这个想法 或是您是怎么样的一个想法 觉得 其实说出来也无妨 赵小姐 因为我近两天还正常在做生理 我都在店里 我没有离家 我每天晚上下半的时候 还是回家睡觉 我中午一点开门 凌晨的时候三点再休息 所以一直我没有离家里 那么当媒体记者跟您接触的时候 我知道一开始的时候 您也曾经犹豫过 那么后来呢 还是觉得 这是自己的感情 没有什么不可以说的 所以是怎么样突破 自己的心理的障碍 是不是因为 女儿跟家里的人 后来态度比较转变 比较支持了赵小姐 没有像昨天 刚媒体出来的时候 我那几年 我说奇怪 怎么那么多记者 可是等到早上 我要睡觉 因为我要生活嘛 生理要做嘛 不能说让客人来说 看到我 门关起来 还是怎么样 对不对 像昨天用新闻爆炸 客人好多都打电话来 好远的客人 大家都哪里都打 所以我就要 面对现实 今天非常谢谢 我今天不出面 你明儿还是要等我啊 对不对 赵小姐刚刚说 如果她不出面的话 我们这些记者 还是守在门口 所以呢不讲也不行 因为我刚刚的话 把她的意见盖住 今天非常谢谢赵小姐 我也谢谢何春蕊何教授 在这么晚 接受我们的现场连线访问 谢谢 也祝福赵小姐 那么在今天新闻最前线 我们另外来看的 台湾其他的社会现象 家庭的现象 家里是有一个 国小六年级的小小女孩 叫做小慧 她控告爸爸一气她 今天开庭了 小慧的爸爸 最后来看你的小姐 很快就给大家看 如果摇取外表情 最后来看的 我们就会和大家看的 好 memor言 感谢观看